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这一次的大陆新闻节日节目 瘟疫仍在全球蔓延 世界正在慢慢停摆 这场始于武汉 让全世界中招的病毒 不仅毒倒了全世界 也把本已不健康的美中关系 送进了急救室 而在红朝各级脑残的不懈努力下 终于给病毒争取到了一个最准确的名字 中共病毒 先来看全球疫情 截至3月20号 除中国大陆之外 累计确诊染上中共病毒 超过1万例的国家有6个 分别是意大利 伊朗 西班牙 德国 美国和法国 而意大利21号通报感染中共病毒死亡人数 暴增了793人 累计死亡人数接近5000 成为全球除中国外 确认感染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这个历史上曾经历古罗马大瘟疫劫难的民族 没想到2000年后又再次遭受中共瘟疫的荼毒 为防止疫情扩散太快 欧盟国家之间曾经打开的国门又再一个个关闭 世界上最长且不设防的美加边界也禁止自由穿行 各国甚至各州各省都在出台各种紧急令 让百姓宅于家中 同时颁布多项经济舒缓方案 以免无法工作的百姓陷入财务困境 再来看早就染病 现已被送进重症ICU急救的美中关系 经过一年多的贸易战 好不容易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显然已是无法执行的一堆废纸 而贸易战之后的媒体战 更是撕破了双方曾小心翼翼维护的脸皮 在美国最近把中共党媒列为外国使团 并限制其驻美人数之后 中共驱逐了纽约时报 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的所有驻华记者 还要求时代周刊和美国之音 按照外国代理人登记其在华员工 虽然纽约时报 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 这三家左派报纸从没说过川普一句好话 但川普还是为这三家报纸鸣不平 对中共表示不满 而西方世界更是被中共同时禁止的三家媒体 在香港和澳门工作的流氓行为所震惊 有舆认认为中共此举将加速于美国 甚至于整个西方世界的脱钩 使中国倒退回1972年前的状态 不过当今已是网络时代 中国完全退回到40年前状态已不可能 但中共对这三家媒体挥起的铁拳 倒是让这些西方左派媒体突然醒悟过来 认识到他们面对的是个绝不会有任何改良希望 且将永远与文明为敌的邪恶 最可喜的是他们终于分清了中国与中共 并站到了中国人民一边 3月19号 也就是中共17号宣布驱逐三家报社记者的两天之后 《华盛顿邮报》发表了题为 《疫情面前别怪中国要怪中国共产党》的评论文章 文章肯定了川普总统坚持呈冠状病毒为中国病毒 在技术上是准确的 但还不够精准 文章认为 有一种更好的方法来探讨病毒来源的真相 并且直接追究责任人 且不会造成不恰当的攻击 文章毫不含糊地挑明 中共才是造成这次瘟疫的罪魁祸首 我们都必须指明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行为造成的 是中共将病毒爆发隐藏了数周之久 让医生晋升 囚禁记者 并践踏科学 最显著的例子是关闭了上海实验室 该实验室首先公开发布了冠状病毒基因组序列 文章最后呼吁 让我们不要再说中国病毒了 不要让中国共产党试图分裂我们 并让我们将注意力从他们的恶行身上转移的目的得逞 我们就叫它CCP 中共病毒 这样更准确 并且只会冒犯那些 最有应得的人 在我看来 这应该是美国对中共 绥靖和妥协40年以来 最明白的一篇文章 堪称是受骗上当 几十年之后的大彻大悟之作 中共病毒这个叫法不仅精准 更是真相 如果世界各国和民众 向这篇文章所呼吁的 把武汉肺炎改称中共病毒 将会使疫情向正面转向 并将是这场瘟疫的真正拐点 不好意思 来晚了 本来今天是赵哥来 结果他被叫去驯化了 让我临时代替一下 赵哥是谁 赵立坚呀 哎 赵哥这次可是捅了大娄子了 本来他刚刚上任不久 想要耍个小机灵 向上头表现一下 上周就在推特上 把武汉肺炎瘟疫的源头 甩锅给美国 说武汉肺炎是美军给带来的 让美国人给个交代 结果这下 可给美国人惹毛了 美国公务院 立即召见我党驻美大使 崔天凯提出严正抗议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警告我党 不要转移视线 最让我党想不到的是 川普从此开口 把新冠病毒直接就叫中国病毒 这一下把我党花费巨资收买WHO 不让世界各国叫武汉肺炎的努力 全报废了 现在全世界都叫中国病毒了 这下赵哥撇茄子了 北部领导找去训诫了 就连爽哥说话都不像原来那么战狼了 真是偷鸡不成十八米啊 什么 不准确 应该叫玩我自焚 反正就那意思了 好了 现在开始提问 这位记者 其实叫中国病毒也不准确 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 于3月19号发表文章称 针对目前的瘟疫 不要指责中国人民 而应该指责中共 作者强调 要把中国人民和中共区分开来 因为中国人民也是中共的受害者 文章最后强调 让我们停止说中国病毒 因为它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 让我们把病毒称为中共病毒 这样更准确 只会冒犯到那些该拥有这一称号的人 请问你对此有何评论 这么说倒还差不多 看来这个专栏作家是个明白人 一下子点到了问题的食指 我是说呀 这么说冒犯了我党几千万党员 是可忍输不可忍 不过 这个《华盛顿邮报》 不是跟川普不对付吗 基本上什么事都给川普对着干 怎么在这件事上他们立场一致了 甚至比川普还看得透彻 我是说呀 甚至比川普还反动 当前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多点爆发 扩散 满延 当务之急是国际社会 齐心开展抗疫合作 美国应当首先做好自己的事情 同时为抗疫国际合作 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 发挥建设性作用 我们堆促美方 立即纠正错误 把中国病毒改为中共病毒 不要继续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 又说错了 说惯大实话了 没办法 好了 下一个问题 这位记者 你刚才提到的《华盛顿邮报》 还有《华尔街日报》 纽约时报 其实都是美国的左派报纸 他们几乎每天都在骂川普 他们为了报复美国驱逐60个中共驻美喉舌记者 你们也将驱逐这三家独立报纸的驻华记者 难道中共真的是要跟美国彻底脱钩吗 什么脱钩不脱钩的 我党现在是进退两难了 就说这《华盛顿邮报》 《华尔街日报》 《纽约时报》三家报纸 我们原来以为 他们跟美国之音不一样 毕竟美国之音是美国政府资助的 当然是替美国政府说话 可这三家是私人企业 独立媒体 而且还经常批评川普 应该比较好收美 我是说应该比较好合作 所以我党也花了不少本钱 当然也收到一些效果 比如他们的个别记者 在个别问题上 总是替我党说话 而且对于我党 画出的红线 也很小心 不去触及 但现在我党越来越敏感 越来越脆弱 所以红线就越来越多 也越来越高 搞得他们 根本就没法下脚 才哪儿都是红线 还有啊 不管他们怎么骂川普 可他们还是有底线的 但我党可没底线啊 他们时不时曝光一点 我党也受不了啊 所以还是干脆 把他们赶走算了 一了百了 当然了 这样是有脱钩的风险 但那也没办法 反正我党也熬不了多久了 熬一天算一天吧 下一个问题 这位记者 说到病毒到底从哪里来的 最近香港大学 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 原国永吉名誉助理教授 龙振邦在明报撰文 指出中国人的陋习 是武汉肺炎病毒之源 而病毒由美国传入的说法 毫无实证 自欺欺人 一笑大方 他们二人认为 在民间日常沟通 及媒体用于使用 武汉冠状病毒 或武汉肺炎 是通俗一名 方便沟通并无可治 但没多久就撤稿 冲无意卷入正直 请问您有何解释 这还用什么解释啊 是我党严厉施压 让他们立即撤稿的 他们说 武汉市的华南海鲜批发市场 为初期扩散点 调查病毒支援的准确客观方法 是从动物宿主身上 分离出病毒 然而 华南海鲜批发市场 早已被清场 研究人员抵达搜证取样时 厂内的火野味 已经不知所踪 导致武汉冠状病毒的 原祖病毒 源于河地 无从计考 这就是寒沙摄影批评我党销毁证据 这也算是泄露国家机密 他们还替美国人说话 说赵立坚 把郭帅给美国是自欺欺人 一笑大方 这更是立场有问题 让他们撤稿 都是轻的 如果他们俩不是香港人 而是在大陆 抓起来那是一定的 判他个十年八年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话说回来 我党为什么要急着 要在香港通过 那个送中条例 就是干这个用的 设想一下 如果现在送中条例通过了 袁国勇 农镇帮 早就被我党关入大牢了 可惜 让香港人给反掉了 算他们俩走运 好 下一个问题 第二位记者 意大利现在疫情失控 举国证实施封城 等限制人员移动的措施 华春莹却在推特上 发布中共人民日报的视频 称意大利民众在自家阳台上 向医护人员鼓掌致谢 包括中国前去支援的医护 还称这些意大利民众 高喊谢谢中国 还在罗马街头播放中共国歌 这引起了意大利媒体的抗议 说华春莹是在散播假新闻 说意大利摩罗马民众 在阳台上唱的是自己国家的国歌 请问你有何评论 不瞒你们说呀 其实影简是耳蒙 就是他根本听不出什么调 我们曾经一起去唱卡拉OK 结果呢 他唱啥都跑调 或者说唱啥最后都拐到战狼进行曲 我是说拐到义勇军进行曲 所以这次也一样 他把人家意大利国歌听成中国国歌了 别说这个呀 他愣是能把意大利名曲 我的太阳唱成这样 啊 多么灰红 灿烂的阳光 暴风雨过之后 天空前进 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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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 前进 前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